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在户外拍摄 然后现在比较冷啊 然后我说的快一点 是这样的 其实在我们的拍摄过程当中会发现 我的定焦 我必须要通过人的移动 去控制我们的构图 但是索尼和松下机器里面 有一个功能非常好用 然后看过我之前视频快捷键操作 跟我一样设置的朋友 现在可以直接按C2 当我们按到C2之后 我们会看到右下角出现一个这样的图标 这个时候当我们录制的时候 都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变焦的操作的 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肯定会问 就是我这样操作会不会有损啊 或者是有什么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本身一般用索尼 都是拍摄4K的画质 基本上4K去下放到1080 我们去放大两倍都是比较OK的 我个人是感觉 如果你是上传到B站 或者是上传到一些手机朋友圈的话 对于一些不是特别care 就是画质一定要用到极限的话 是完全可用的 所以如果说你手边 比如说你有一颗24105 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颗24的210的焦段 是可以这样用的 我希望大家之后活用这个变焦 因为这个变焦它如果你用的好的话 你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去使用或者是推拉焦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活用这个快捷键 毕竟这个快捷是我在干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快捷键 特别是当我的焦段不够 或者是说我拿了颗定焦 比如说我拿的是50定 但是我现在这个焦段我最好用85的视角来拍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再拍50 我到后期我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忘掉 我是要去裁切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就拍摄成一个裁切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就推上去 拍出我们近似85的一个感觉 虽然说等效焦段上来说 可能推上去之后 你们所看到的近似85的这个焦段 并不是说我现在是一颗1.8的镜头 推上去之后是等效1.8 它可能等效到2.2 2.4 但是确实它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平时出门的一些便携度 比如说我是戴一颗24或者是戴一颗35或者是戴一颗50 那这个镜头如果说你这个功能用会之后 你甚至可以跳焦段去戴 比如说我只用戴一颗35和一颗85就可以了 我的50完全可以用我的35去用推拉胶来实现的 好那本期的这个快捷键就分享到这边 这一个推拉胶的快捷键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希望大家有镜头的或者是没有镜头的都可以多尝试一下 我的快捷键设置的是C2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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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